而企業運輸管ST 新努克中型運輸直升機 本型機採同軸反向射擊 配有全彩數位地圖 氣象雷達 飛彈突破系統 以及全功能導航等先進裝備 最大馬力則達4867T 最大空度則達170海浬 相當於306米公里 流空時間為4.6小時 作戰半徑可涵蓋整個台灣地區 最大載重為54000磅 可同時裝載全部武裝士兵總33元 具備相當優異的內載空間 主要可擔任空中突擊 空中運輔 傷患後衝 大型軍族輸 支援高空滲口跳板等部 CH4管ISD除了在軍事用途上 也可兼負執行各項物資運輔與救災的任務 當天然災害發生時 復用其優異度將救難人員及重型機具運送比賽區以爭取救援取效 現在我們看到新型機來到五台區前方目標區 飛行員持續地調整進場的角度 修正馬力以及飛行員在操作時的動作 修正量也要更加地微量和猶合 現在飛行員在操作時的動作 距離三尺 兩尺 一尺 突擊車著陸 緊接著實施貨物釋放 現在飛行員保持穩定滋空 貨物釋放完成 現在飛行員保持距離高度十尺 持續向前滑行 至著陸去上空 準備實施著陸 緊接著後艙門開啟 各位可以看到後艙門開啟後 接續下機的突擊隊員 這已出艙的是ATV全地形突擊車 四輪傳動突擊車主要特性為 碎型城鎮各種作戰及傷害關節 要點手臂時行使於任何地形停道路 發分遠距離深蹤及機動力 現在我們看到虛形機 以大馬力垂直爬身快速鎖體戰場 現在可以看到四輪普擊車上的機箱手 現在實施機箱下舍作業 而其餘組員則在地區室中實施警戒 四輪普擊車可克服各種困難地形 有效發揮遠距離徵收及實施普擊 騎擾等任務 而ATV全地形狙擊車可於特殊地形實施機動 對於重要道路或調良實施偵查 掌握最新情資 現在狙擊小組已完成準備 在人員完成整備後 接續組員準備上車 接續ATV的組員也已經上車 車輛準備發動完成 迅速向目標區西面實施快速機動 一搶佔地形要點 請各位長官來賓 給飛行機組及特戰弟兄掌聲鼓勵 前方目標區實施空中突擊任務 在此特別提醒各位長官來賓 在飛機進場與飛機脫離同時 將會投擲震撼彈六枚 以及施放煙幕 屆時會有同坐在 而本次飄演 可以共搭載特戰隊員12圓 區分兩組 以兩人一組分別騎乘六部 組織摩托車 在飛機著陸 環環地到達目標區前方 繼續請注意到觀看後艙門是在開啟 優先下機的是任務機的機攻掌 機攻掌下機後立即以首飾引導突擊隊員下機實施戰鬥 現在看到的是突擊動 後座的組員 持續出槍實施警戒 立即實施警戒 必須要場面東面實施機動 機攻掌機 機攻掌機完成人裝卸載後 警戒 得到 與 父親 組合 女郎 イ 由 攻